好 今天的第四场比赛是一场长途赛2850米 这是纯血马组四岁级以上组 就是所有三岁马匹都是四岁级以上年龄段的马匹 本场比赛一共有八匹赛区出赛 由于赛程比较长2850米 对于出赛马匹的体力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这是本场比赛的一号码 好 参赛的八匹赛区已经全部进入闸乡 这场2850米的比赛马上就要开闸了 出闸了 我们看出闸之后 那三号 三号是燕春飘香 这匹马的前程能力比较强 率先杀出来领跑 在我印象当中 燕春飘香这匹赛区是非常喜欢 出闸之后呢 抢跑 贴到内南去领跑的 然后 五号运筹帷幄是紧随其后 仅仅跟在了三号燕春飘香的身后 这两个比赛区目前是形成的第一个集团 那身后还有这个 七号的巴赖特 还有二号的永强追风 包括一号的燕春雷龙 都采取跟随跑的战术 现在领先的还是三号的燕春飘香 好 身后的马匹呢 开始慢慢的破进 燕春飘香 现在还是一个马身的优势呢 暂时领先 节奏目前保持的不错 马上要接近跑到一圈的位置了 现在一号上去了 一号燕春雷龙 已经上升到了第一 永强追风 上升到第二 我们说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 就是燕春雷龙和永强追风 这两批赛区之间的争夺 现在这个格局已经逐渐开始形成 燕春雷龙大约是半个马身的优势 目前领先 永强追风是步紧不慢 紧随其后 但后面的马匹也在破进 现在是一个直到的过程 7号是巴赛特 这场比赛也不甘寂寞 巴赛特 最贴近内篮的位置 在不断地给领跑的马匹压力 现在是三匹马 1号的燕春雷龙 2号永强追风 和7号的巴赛特 形成第一集团 完道进直到马上要重刺 现在永强追风率先发力 永强追风和1号燕春雷龙 展开激烈争夺 两批赛局是不甘示弱 七头并进 到底入死谁手 随后到底哪批赛局最终获胜 永强追风 看来冲刺能力要更强一些 永强追风 要捍卫自己在2850米 这个投资最强者的地位 毋庸置疑 永强追风 还是拿到最后的胜利 这是他第二次 在2850米的这个图城当中 战胜 燕春雷龙 这场比赛的胜利 好 我们来公布一下 这场比赛的成绩 获得冠军的马匹是 2号码永强追风 骑士阿里木江 列马师四日古愣 时间是3分09秒79 获得亚军的马匹是 1号码 燕春雷龙 骑士陈毅 列马师周寒 时间是3分10秒58 获得第三名的马匹是 6号码 骑记震撼 骑士初一 列马师董春红 时间是3分11秒23